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下一论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9点54分 加权指数今天开低111点 一开低就开始上来了 目前剩下跌53点 大家可能对于昨天的美国股市又被他吓到了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道琼又跌551点 什么原因 你知道昨天当然原因还是很多 那首先国际油价昨天一个晚上 跌掉7% 油价一天 1%就已经算蛮多的 昨天跌掉7% 因为烧地阿拉伯他的一个皇室的丑闻 他希望能够赶快的落幕 所以他昨天答应了 川普的建议 调降油价 同时用低油价来刺激景气 那烧地阿拉伯都这样讲了 所以油价昨天一天大跌了7% 所以石油公司昨天全部都大跌 这个对于道琼的影响是很重的 那另外昨天高盛也调降了 苹果的股价目标 所以苹果股价目标 一被调降之后 昨天苹果股价也出现大跌 这没显示出来 跌4% 所以苹果股价一跌4%之后 把整个科技股 全部都给压垮 所以NASDAQ昨天也跌了1.7% 那好的就是 费腾半导体昨天开低 走高上来 很多半导体股昨天卷步 你看硬材 涨了3.9% 美光昨天原本早盘跌了7% 后来曾经一度翻红 收盘跌1.9% 包含AMD NVIDIA 都呈现上涨 然然这个对于台北股是 影响帮助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昨天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苹果的下跌 对于苹概股 当然是比较不好嘛对不对 台积电 包含大力光 甚至于鸿海 这是代工的大品营 2474的可乘 6176瑞宜 这也被调降目标 目标调降到50块钱 所以要小心啊 苹概股是一档都不推荐 一档都不买 你时间没购不购 苹概股它涨的时间是有固定的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很清楚 所以我知道我不会急得去买 这是昨天美国股是大跌的一个原因 可是你看今天 早盘的时候国际油价 已经开始回稳了 从昨天最低低到52.7 现在已经回到54美元了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开低之后 今天开低也开始 出现回升了 早盘开的都满低的 你看南韩一开开低之后 现在开始回升上来 日经也回的很多 都回的满快的 那香港 已经回来这么多 回来超过一半了 新加坡已经快平盘了 那大陆股市 一开低之后已经快翻红了 水亚洲股市今天开盘之后 多头开始抢攻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重点在个股啦 你看OTC 上市虽然跌了54点 OTC今天是逆势又上涨 又逆势涨了0.5% 可见得 中小型股 还是很强的 因为跌很深了嘛 6月到10月期间 中小型股跌幅 50%以上的 占了八九成 甚至跌到 70% 80%的都很多 所以铃铭铭跟大家讲 找那种跌越深的 业绩反而越好的 你都要败就对了 你看1526的日迟 就是这个样子啊 从100跌到剩下17 业绩反而更好 一回升上来 很快的就变成大涨了 就大涨133%了 那日迟我们 跟着买进之后 连续赚了5根涨停板 第6根开高7% 获利出清 短短6个交易日 日迟63% 63% 那你就去找类似日迟 这样的条件的股票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不要被指数给干扰 你看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啊 我会只用我这一套 我选取行情5部曲的公式 再跟大家谈 首部曲选前2个月 二部曲选前1个月 那现在在三部曲选前8到10天 三部曲本来就是这样的情况 来来回回 你看首部曲 击杀 二部曲大涨614点 那现在开始进入三部曲 三部曲本来就是震荡整理的 所以在2个礼拜之前也跟大家谈过了 我说台北股市 目前在选前8到10天 它是一个震荡格局 首部曲下跌 二部曲大涨 三部曲做修正 那等到选后之后 新的一个多头就会开始 开始进入四部曲的结构 所以整个走势其实 是完全在我们的预估中 在我们的掌握中 你不要看这段期间三部曲 共试过一支一支一直出去 你看1526 是不是就在这段期间出去的 橘子 6180的橘子 今天又创新高 有没有继续讲今天创新高 4123成德 今天也又大涨创新高 这完全都没落的啊 都在三部曲期间里面的 今天 今天最强是什么 今天平概股还是比较弱一点 今天最强是在 细晶圆 今天被动元件也不错啦 算稳啦 可是还没有真的发动攻势 被动元件今天一开盘 大盘跌100点的时候 被动元件根本没有开下去 所以被动元件其实很稳 他只是欠缺攻击的点火 要攻击点火只有靠 国际元跟华兴科 这两支一点点 整个被动元件就会动了 那今天细晶圆 被昨天 沸腾半壤体的 胎底走高 今天细晶圆是大涨的 细晶圆是大戏的 这最强今天 今天最强在这个地方 今天最强在这个地方 你看环球晶 我们205元买的 2005元 一直下不来啊 一直下不来啊 我们想要低阶都 等不到机会啊 你看这么强的股票 2049上映也是啊 185买的 我们一直要等低阶 都没乱 今天也是我继续去 等下还是继续涨 所以 不要去担心指数的问题 我用这套公式 已经做了20几年了 我们这套公式 已经做20几年的 选计了 你放心不要带我做 放心的跟着我做 赶快找 会593的 起50%以上的股票 团积基欧股593 选举行情593 50%很轻松 已经一支一支一直刷了 找那种跌越深的越好 跌越轻 反而业绩更好的 业绩大好 股价跌超过50%以上 尤其外资高持股的 夹股票 一支一支都会大起 夹股票一支一支都会大起 我们最近操作股票 大家都知道 我没看过 一支一支都给你们看 你们看到一档一档都在走 我的操作就是这样子 两个极端 买底部机油股 空高档机插股 我就做这两个极端 都很安全 而且利润也都很可观 我们现在全力锁定这三档 日迟 短短几天而已 已经创造了一倍的涨幅了 我们六天 也创造了63%的报酬 接下来全力锁定这三档 日迟第二贪30块的 日迟第三贪20块的 日迟第四贪4块的 那国家都很熟 夹股票都会一样 一档一档 593 593 593 50%很轻松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 不要因小失大 能够一起赚大钱 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负专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文字幕志愿者 通知